考试的时候就是机器 这个电脑特别容易坏 但我这次考试就是电脑卡记了三次 然后那个老师帮我重启了三次 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 PT大西瓜成功学次访谈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郭同学 他在短短12天迅速解决了卡分问题 以总分78分的好成绩 拿到远超目标分的分数 我们恭喜他 那其中听力写作进步了12分 阅读进步了7分 真的是非常厉害 那郭同学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在来大西瓜之前的情况吗 我是先考的雅思 因为雅思我想去学校小朋友 求7分我就一直卡在口语 所以说然后就有老师给我推荐PTE 我是差不多从雅思转到PTE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我现在第三方的机构学了大概 两周左右吧 然后去首考了一次 然后是小分没有过 后来在小红书上了解到了大西瓜 就在大西瓜报了一些一对一的课程 然后这次就分离通过了 那我刚刚有看到郭同学成绩单 在雅思里面一直卡小分的口语 在PTE里面是满分90 对吧 一直都是满分90 所以大家如果跟郭同学存在同样的雅思 比如说口语啊 或者写作卡分啊 都可以来转PTE吧 真的PTE比雅思伤太多了 好 那刚刚有聊到在大西瓜学了 一共12天拿这个成绩嘛 那我们读的是一对一的课程 还是班课呀 是一对一个 那还记得你的认课老师有哪些吗 然后他们有怎样去帮到你呢 有Jackie 然后Frank 还有Susan 还有Nomi老师 那这几位老师有怎么样去帮到我们呢 这次的一对一就主要针对我几个 原来比较弱项的地方 然后Jackie老师在教了我一些 关于WFD的一些技巧吧 然后还有猜词 然后Frank老师是教了我阅读方面的一些东西 然后Susan就是在写作方面 就是WE和SWT 然后Nomi老师是对我整个口语做了一些 总的一些复习吧 那我们刚刚有聊到这个WFD 老师上课有教我们怎么去试词 那我们在这次考试中有去试词吗 有的 这次考试我先把大西瓜给我的一些 备考资料都全部都看了一下 然后再通过老师给我的那些试词方法 我觉得还挺好的 那大概每个句子我们多写了多少个词啊 还有印象吗 就是有一些我很确定的句子 我就没有多写很多 一些没有确定的话 我大概写多写了十个左右吧 多写了十个左右 那我们这次考完之后 到出成绩大概等了多长时间 是昨天晚上七点半出的成绩 我们几点考完的 早上时间考完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 五十个小时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从郭同学这个亲身例子来看 WFD疯狂试词 其实不会影响你的初分时间的 考后两小时到五天都是一个合理的初分时间 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去试词吧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 那郭同学从入学到初分一共十二天嘛 那这十二天的时间里面 我们每天投入到PTE的学习时间 大概几个小时呢 我觉得就是除了上课以外 每天大概两到三个小时吧 因为我 因为也有比赛一些课嘛 所以我不是那种全天在学的 那这两到三个小时的学习时间里面 我们听说读写是怎么去分配时间的呢 因为我第一次考试的时候 那个口语就还蛮好的 所以我这次把准备口语的时间 稍微降低了一点 然后再准备WFD和阅读的时间多了一点 那郭同学方面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整个PTE的备考中 我们有使用哪些大西瓜的备考材料 然后你最推荐哪一个呢 备考材料就是大西瓜 每周二更新的那个预测 它还是蛮多的 因为我就根据我自己的经验 我最推荐WFD 因为它给听语和写读都共很多分嘛 所以我就要好好去看 对 好那我们在这次考试之前 像WFD啊SSD啊 这种命中率非常高的题型 我们大概练了多少遍啊 WFD是我跟着音频 然后差不多听了三遍左右 然后SSD因为我原来学的就还可以 所以这次我就挑了几个听语一下 重点还是放在了WFD上 那WFD基本上能做到一个 滚瓜烂熟的地方吗 就比如说考试的时候 他说前几个词 我们就马上知道这句话是考哪句 大概是这个程度吗 没有那么熟悉 但是也差不多吧 好 所以WFD的话 如果想把这个题目 好好地把握住的话 一定要多多练习 像郭同学这样 做到一个非常熟的程度 那即使做不到 先读两个词 马上判断出来这句话 那也要做到这句话 能完整地听出来 他讲什么内容 以及把它更好呈现出来 对吧 好的 那郭同学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整个PT的备考中 我们最有心得的是哪一部分 那就是RO吧 我觉得是对我来说 有点困难 我刚开始做的时候 我觉得他就是这个段落 怎么排都好像很通事的样子 所以就经常凭着自己感觉做 然后就很容易出错 然后后来上了 Franco老师的课之后 他会告诉我一些 就是一些英语上面 用词一些逻辑吧 在考试的时候 就是也能用上 就是可以更加肯定 自己的这个逻辑 刚刚于有告诉我们 雷达词听位这些对吧 然后更好去找对子 对 这个时候要稍微 这个时候稍微就是 讲一点关于RO的这个题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 RO是找第一句话就对 那RO它是找对子的一个游戏 那有时候即使第一句话不对 但是对子找对了 依然是可以拿到一个 比较好的分数的 那具体如果对这个 不太了解的同学 可以扫我们的二维码了解一下 或者是跟我们顾问聊一聊 那我们下一个 最后一个想跟郭同学聊的问题 作为一个12天 进步如此之大的成功学子来说 然后包括最后拿到的分数 也是远超这个 勋请学校的目标分 那我们有什么想对 其他同学分享呢 我想说就是克服 那个紧张的情绪 因为其实我之前 是考过三次雅思 然后雅思就是 大家都知道有那个真人考官的 然后PTE它就是 全都是电脑阅卷嘛 所以说我是不考雅思那么紧张的 再加上自己原来 也有一些基础 和大西瓜给我的预测 所以就还好 这次考试就不是特别紧张 但是考试的时候 就是机器 这个电脑特别容易坏 但我这次考试 就是电脑卡机了三次 然后那个老师帮我重启了三次 所以但是还是 就是后面还是很顺利的做了下来 所以我觉得大家 不用那么特别紧张 就好好准备 就肯定能考好 那我们这次考试的时候 电脑重启了三次 没有换机器对吧 就还是一直使用那一台 对吧 电脑 后来换了一个电脑 那我们换了电脑 还能这么快出分 速度真的是非常快了 之前很多同学 换电脑的话 要小一周才能出分 我第一次考试 也是换了一台电脑 第一次考 也是当天就出分了 那可能他们现在速度 越变越快了 已经熟练解决这些问题了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 刚刚郭东月有聊到 这个这次考试 换了一台电脑 然后包括机器重启了三次 那这样的一些小插曲 考试的时候小插曲 会对我们考试的 当时我是在写WE的时候 就是他卡机了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小影响 因为会打乱我的思路 但是他打完机之后 他那个时间是暂停的 就相当于 其实给我的时间还是够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 遇到这种情况 也不用就是特别慌张 就找那个电脑老师就好了 所以包括我们也能 就是快速地让自己 调整回考试的状态 对吧 然后让自己更好的 进入这个答题的状态 不被这些外界因素所影响 对吧 好的好的 那我们非常感谢郭同学 今天给我们带来 精彩的PTE背考经验分享 我们本期的 PTE大西瓜成功学生访谈 就到这个结束啦 我们下期再见